李丽群妻子林丽卿一向沉默寡言 今日罕见替自己老公辩解霸气喊话警告司马南 我老公不是你的流量密码 如果再这样造谣下去 就会曝光你在海外的黑历史 自从李丽群在视频里说 他非常非常不喜欢司马南批评莫言的那一段话 拍马屁拍到马腿上了 隔天司马南就用他特有的犀利语言 对李丽群进行反击 即便是后来李丽群发视频 对司马南表示道歉 事情依然持续发酵 李丽群老婆说的重要信息如下 一 发文实属无奈李丽群近日一直喝酒 身体一天不如一天 二 如果再造谣 动用很多关系曝光司马南在国外做事的黑历史 损失惨重的人是司马南 很好奇司马南到底在国外都做过什么事情了 如果以后司马南闭嘴了 是不是也侧面表示他真的有一些不可告人的事情了 三 李丽群嘴笨度不过言辞犀利的司马南 四 李丽群因司马南的原因已经住院 五 希望这件事情到此为止各过各的生活 李丽群是娱乐圈里的一位老自立了 大家应该都挺熟悉吧 我对他印象比较深的还是 纯光灿烂猪八戒里的老龙王和半生园里的坏姐夫 而这次引起全网关注的不是他的乱说话 而是他妻子对司马南的严厉警告 而且比较有意思的是 看着就是两个小老头的争吵你一言我一语的 可是却实实在在地牵动了两岸人民的心仰 司马南哪里是吃话头的主 马上就在社交平台说话了 质疑李丽群的立场问题 而且语言十分犀利 要知道立场问题可不是一个小问题 话里话外都在说李丽群是个双面人 还让李丽群表明立场 虽然这在咱们看来就是一件小事 立场有什么不好表明的 一句我爱中国 台湾是中国的 就行了呀 这是分分钟就能说出的话呀 有什么为难的 可是李丽群到底不同那边 毕竟是他生长的地方 好多话也是没办法说出来的 或者不想说 或者他也不敢说 毕竟他还要在那边生活的 这一切的真相 想必也只有李丽群自己知道 俗话说得好 唾沫心子淹死人 李丽群招架不住心情郁闷 开始酗酒 连续一个星期 李丽群住院两次 这可把李丽群的老婆心疼坏了 你看还得是人家两口子 一看自己老伴受气了 肯定就坐不住了呀 李丽群老婆表示 李丽群笨嘴捉舌 说不出反击的话 只能生闷气 这可真是气死人不偿命呀 李丽群就被这话弄得寝室难安 这就是语言的力量呀 真的是不容小事 李丽群老婆还说了 如果长次以往 怕是会危及李丽群的生命安危 所以他才站出来保护丈夫的 颇有重迫不得已的感觉 而且李丽群老婆 这次也很明确地表示了 一个中国的立场 你看李丽群的老婆 说得多么清晰 把自己的无奈和委屈 都说得十分清楚 似乎也把错误都甩给了司马南 可是真的一切都如此吗 好像不是吧 总有些可以去深究的地方 这下就引起热议了 毕竟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想法 就此网友们也都纷纷表态了 有的网友就觉得 根据以往李丽群的发言 他就是一个两面派 不值得同情 因为这种含含糊糊的发言 真的就很让人反感 不过有的网友就觉得 李丽群一家表态很明确了 是司马南不饶人 而且他向来如此 可是说白了 他们毕竟都不是平头老百姓 一言一行 都有表率的作用 所以更应该谨言慎行 大体上就是这两种纷争 各说各话 谁也不退让 大家觉得司马南和李丽群 谁对谁错呢 欢迎评论区里留言讨论 关注我只说真相的报道